泡芙加上满满的乳酪 好吃的乳酪甜点 让陶可赞不绝口 店家经营社区 特地花钱找人拍摄泡芙影片 但10月底无预警停业 厂商找上门收货款扑空 怎么办 你现在就不知道怎么办 你现在弄不到老板 现在不是都这样吗 现在已经不是第一间了 也不会是最后一间 这几天还营业了 这几天还有看到 对啊 之前没有处理好 员工的薪水没有处理好 怎么在东山再起 还有民众开车前来 想要购买 表示自己是会员 有点数想要折顶优惠 来了好几次都没开 现在才知道店家停业 之前在高雄的知名乳酪 蛋糕店全台北中南都有 却在上个月无预警歇业 还积券员工两个月的薪水 各有员工po网指控 老板跟员工说 10月31号结束营业 却没有对外通知 还有员工说 没有资金还要拓展二店 花了几百万满新系统 花钱买公车广告 拍影片宣传 欠员工的钱一毛都不出 干业者老公申请老资争议条件 那劳工后续又表示 因为资方已出面协调 而撤回了调解申请 劳工局表示在10月底 已经有员工向劳工局 申请老资调解 11月初就已经撤回 现在劳资双方私下调解 就看双方如何沟通 但厂商收不到钱 怎么解决 后续只能等业者主动出面 三日新闻 徐世廷 陈渊 高雄报道